B和J-Hope在结束美国旅游之后返回韩国 透过他们的IG得知两人到夏威夷度假的消息后 网上就有很多阿蜜们分享见到他们的目击之谈 粉丝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 自2019年之后 BTS成员们迎来第二次的长假 阿蜜们为了让成员们好好休息 还主动发起贴心计划 尽可能不打扰他们 体恤他们这段期间即使疫情严峻 人拼命不懈带来作品 B和J-Hope在夏威夷度假时 从周围熟人们开始 说有见到B和J-Hope的人越来越多 阿蜜们其实早就知道B和J-Hope在夏威夷的事实 也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在哪里停留 B和J-Hope结束了夏威夷的旅游后返回韩国 才各自在IG上传在夏威夷旅游的照片 夏威夷的阿蜜们这时才放心在网上 分享当时亲眼目击的情况 B和J-Hope停留的地方 是夏威夷的第二大岛贸易岛 他们还表示 假期第二天开始 天气一直不是很好 而J-Hope的姐姐也是在回到韩国后 才在IG分享这次的夏威夷照片 这是和家人们一起的第一次海外旅游 虽然J-Hope的姐姐没有直接提及 但是从姐姐的IG发文 可以得知这种复古底片 应该就是J-Hope帮姐姐拍的照片 而V在IG现实动态 分享一则开着敞篷车 一边唱着还未公开的自创曲 该影片的拍摄地是位于茂怡岛海岸公路上 立在夏威夷的旅游期间 有相当多人透露 也看到了蒲旭郡 就有很多人推测 在国外拍摄电影的蒲旭 为了见V一面 播空去了趟夏威夷 所以有阿米们推测 帮V拍影片的人应该就是蒲旭郡 自从2019年以后 就很难抽出时间一起旅行的他们 很有可能借此次机会 一起在夏威夷享受短暂旅游时光 其他的UGA Family成员们 可能是因为日程没能一起参与 粉丝们在V和J-Hope度假期间 只在网上分享 有见到他们的目击之谈 没有上传照片 及公开确切未知 事后V也在Weaverse 感谢粉丝的假装不知道 和体谅 让他在机场和夏威夷 可以舒服地旅行 可见有很多阿蜜们 为了让BTS好好休假 也是蛮配合这次的贴心计划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